《贤令法師》 因為《贤令法師》曾經寫一封信 寢視映光大師 映光大師他是大師菩薩再來的 他了解《贤令法師》是什麼樣的情形 所以他當時就一再的跟他開導 但是《贤令法師》聽不進去 我們看《贤令法師》寫給《猶有為居士》的這篇原文 這個是在映光大師文超《猶有為居士》書裡面 映光大師答覆《猶有為居士》這個問題 他說《地賤法師》有一徒弟明顯英 人極聰明十七八歲出家 但氣量太小一點氣不肯受 初次講小作弊拜其詩 其詩並未說他講得不好 但雲因聲太小 由此欲以便生病 而地公之人一味令比心腸歡喜 故傲信日征一勝 或有日本學密中 彼首花揮密中之文字 通緝上海居士林登林堪 其至高位置已是唯有我高 或回國至關中看其詩 地公說 如聲明很大 席未真實用功 當必三連觀 用用功方好 彼翼文此語如刀割心 即日變病 赤字帶病往上海基士林 連禮而死 時後不久光到上海太平市 寧願諸實生來 問其史實景象 言虎虎土土 佛也不會練 此乃顯密言通 自覺事無以仇之大法師 以不自諒 葬術慧根 做二十二三歲短命 偶使之糊塗鬼 其不大可哀宅 受死顯英能不至高 謙卑字幕 中國學者未能或超出其喪者 這段非常精彩 我寧寧寧可把他相信 賢英法師是菩薩來釋憲的 提醒我們什麼 不要被迷惘立揚所迷惑顛倒 我把這一段放成白話 地前腦法師 有一位徒弟叫賢英 賢英法師 人非常聰明 十七八歲就出家了 但是心量非常狹小 一點尾氣都不肯受 小座 剛開始講小座 小座就是聽的人沒有幾個 在一般小的佛堂 先找幾個人來聽他講課 這叫小座 那麼他就去拜地前腦法師 地前腦法師就跟他講說 地前腦法師並沒有講說他講的不好 他說你的聲音太小了 他似乎講這句話 賢英法師一聽就生病了 可見他也很執著 那地公之人 一位另比心常歡喜 地前腦法師是天台中的祖師 人非常慈悲善良 他可能也不忍心了 這個徒弟給他太大的挫折感 就常常就給他歡喜 結果養成了 賢英法師的傲信自爭越盛了 增加他的傲慢心 後來賢英法師到日本攜密 他是到高野山攜東密 他對於東密的密中的這一塊的文字 他的文字玻璃見解 他就寄到上海基士林去登靈刊 當時佛教雜誌裡是上海基士林 當然他因為常常投上海基士林的靈刊 所以他的名氣越來越大 增加他的供高我慢 後來他回國以後 他到關宗寺 關宗寺是地前腦法師的主庭 就到關宗寺去警見他的師父 地前腦法師 地前腦法師說你的名氣太大了 你沒有真實用功 你看人家老和尚看弟子 就像父親看兒子一樣 這些老法師都是有智慧眼 你也沒有功夫他知道 他說賢英你的名氣太大了 所以名氣大大也是麻煩 也是福報 沒有實至名歸必有其貨 你沒有實至名歸沒有真修寧都有其貨 你沒有真實用功 你應該去避三連關 這個一般法師都是會避三連關 國慶律師我去見他的時候 我請教國慶律師說師父你怎麼避關 他說我就去避一個三連關 避完人家就請我回來當聖結金社的主持 因為他閉關是在修清淨心 因戒得定 那要因定發會 還要再立言鍛鍊 剛才我們講說立言鍛鍊 你還要到人間到沙埔來去接受考驗 要很多靜念順念跟逆眼來考驗你 我剛才講過廣經道上說一切順境跟逆境 都是活菩薩對你的提醒 提醒是什麼 提醒你要覺悟 你意到順境不要起貪心 意到逆境不要起誠心 這樣你才幫我離開輪迴 國慶律師就是閉完三連關以後 他就回來正結金社的領重當助詞 用很多事情 把他抹一抹以後 他可以用觀照玻璃 來體悟這個詩相玻璃 那三連下來 事情很多 因為領重共修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要勞心勞力 老和尚講的 要管錢管人管事 你縱使不管錢你要管人跟管事 我們老和尚是不管錢不管人不管事 國慶律師 立言了三連又跑回去閉關又有三連 那三連到又出來又當正結金社的柱子 然後再歷練三連 又跑進去閉關三連 這樣聯繫閉三連關 三次三連關 所以才有今天的德行崇高的過經歷師 當閉三連關 所以第一天我就說 你應該擊閉三連關 好好用功用功才好啊 不聽腦倫臉的出虧在眼前 可是這句話一說 簡歷法師又心如刀割 他供高我們的心還在 當天就生病了 第二天帶著病往上海祭祀林 經過一年就死掉了 死後不久 應光大師就叫上海太平寺 剛好上海祭祀林 有一位臨年 就有位佛友叫諸詩生這位居士 這諸詩生也是當民國年代 一個非常有名的大居士 應光大師就問他 這顯靈法師死了什麼樣子 諸詩生說 諸詩生說 糊裡糊塗的啦 活也不會練 座也不會練 糊裡糊塗死掉 活話也練不起來了 座也練不起來了 應光大師就說 這叫做顯密言通 自己覺得世界上 沒有人可以跟他比的大法師 這樣不自足量力 很可惜他有 素素的這樣好的善根 結果22歲 23歲就死掉短命的一位糊塗鬼 應光大師說糊塗鬼啊 其不實在是太可悲了嗎 太可哀了 太可哀了 太悲哀了嗎 假如顯靈法師 能夠不要這樣 不自量力 以掃為主 不要功高偶慢 要謙卑字幕 那中國現在 侯教界 對經教很深入的學者 沒有一個人可以超過他 所以我們回到剛才那個位置 應光大師說 顯靈法師的死 不如那個遺伏遺伏 是顯靈之死的 也不如遺伏遺伏 因為他最後是昏迷的 火花也練不起來 咒也忘記了 也就是昏迷中死掉了 所以金空法師有講 他說如果是昏迷中死掉的 往生非常渺茫 為什麼 因為正念不能現前 而顯靈法師所知道的佛門常識 佛門知識 這些遺伏遺伏通通不懂 他根本不會講 什麼顯靈言農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只知道一句阿彌陀佛 而遺伏遺伏所修得的功夫 不是顯靈法師所能追得上的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功夫 他只會講不會做 這些遺伏遺伏 他會做不會說 他做什麼 他可以扶住煩惱 他可以斷出煩惱 他在俊進來 逆進來 他都變成阿彌陀佛 你誇讚他 他也變成阿彌陀佛 你侮辱他 他變成阿彌陀佛 他根本就不理你 我給你講個笑話給各位聽 我們這邊 誤導法師辦一個法會 有一個義工 夜水教菩薩的連流 張奉陰師姐 他頭髮都擺了 那個義工頭髮 就是那個負責義工那個大菩薩 就跟他摸他的白頭髮 說哎呀師姐阿 你明年就不用再來了 他意思說你老了 你明年不要當義工 你在那個張奉陰怎麼說呢 師姐我明年不會來了啦 這都明年不會來了 結果回去他還穿著義工制服 到凌晨四點寫個便條紙 這才是功夫阿 人家他一知十字阿 而且還可以談笑 師姐跟那個義工的組長講 我明年不會再來 你不要嫌我頭髮白啦 結果人家往生細忘了 這什麼意思 以乎以乎所修得的 不是顯靈法是所能跟得上的 就是英皇大師所說的 信水成親阿 有分別有分動阿 信水就是我們自信 這樣親近的法水 本來是清澈的不多了 是急躁不惡的 因為你分別出走要產生分動阿 你本來是信海變成夜海阿 四波崩擁 裡面就是吳明洞一吹 裡面這個信海就變成驚濤駭浪了 四波崩擁 但是你念記記佛號 因佛號停你 這個洪停止以後 這個浪水就平息了 就變成水清夜限了 如果你可以這樣修 像顯靈法治這樣糊塗的死掉 是上至不如下矣 弄巧犯成大軸 那應風大師這一輩子 是開始得太好了 你會更那麼好 你竟然輸給那個移工移戶 他的功夫 下語就是移工移戶老實人 你弄巧煩惱是變成大作 竟然變成大作